今天就是 罗马书正好也到这块星期了 正好也是中国高过年吧 高过年的话呢 我们知道 中国人都呼啸的祝福 不过我反复思想预备的时候发现 今天的星期真的是很祝福大家 为什么说很祝福呢 因为我们圣经上有句话说是 八福里面第一福大家记得还是啥吧 贫穷的六福了 感谢神 那个贫穷英文算是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那个贫穷不是我们世上边贫穷 因为那个贫穷是一个要发者的意思 要发者贫穷 邻里面你想我发就贫穷到那个地步了 又无所有波产了 那你就有福了 那今天我的星期也是 希望了不大家讲到这个地步 希望大家也看到这个事实 要看到了这个事实了 也不我也讲到这个地步了 那我在神面前呢也就按我了 你们看到这个事实了 那也就蒙福了 福音之外并无除路 这个话好像是 我们好像能明白 你看这几个字好像也很熟悉 福音之外并无除路 但有一点 我们真要是 知道这个 那真的是很蒙福 因为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中呢 我们经常是在福音之外 在其他地方找出路 比如说 你遇到一点事的时候 那么你总的说来 你不会想到神是吧 你总是想到是 打通哪个环境 找哪个人帮忙 或者是 你总会在这些环境中找出路 所以实际在我们实际生活中 真的明白 福音之外没有除路 那是一个很蒙福的事情 好 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 我分两部分 这一部分呢 我一会儿在那个 介绍这两部分的不同 但是我想通过这两部分的信息呢 让我们看到 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福音之外呢 我们确实没有除路 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读 我们一起开始读一读哈 法没有内法发的罪诊 也必不按内法灭亡 法在内法以下发的罪诊 也必按内法受刑犯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内法的唯义 乃是行内法的称义 没有内法的外国人 若送着本性行内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内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内法 这是写出内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着皆正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养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 审判人引于事的日子 照我所言 你成为犹太人 又依靠律法 签止着神夸口 你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了神的旨意 也能分辨是非 或者会喜欢哪美好的事 又深信自己是给下属顶路的 是爱爱中人的抓 是愚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凯伯 你既是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假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接引 自己还接引吗 你业务偶像 自己还盗窃 妙中指纹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 自己盗法律法 第五神吗 神的名在外宝人中 因你们受亵渎 正如经上所记 好 我们都建议到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就算是 罗马书是一句讲福音的书 在开始进去的信息 我再把罗马书的 就是整个这个信息结构 再重复一下 重复到 以后我再分享 罗马书还会重复 重复到什么地步 重复到就是大家 每个人的心里面 不用我讲 大家都知道的为止 我们说罗马书的 它讲福音 福音的就算是 一开始保罗有引额 这是在第一章一到十七节 保罗就是介绍 他为什么要写罗马书 就是为了把福音 传给在罗马教会的 而且保罗简单介绍一下 福音说这个是神的大能 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然后保罗就开始 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 主要讲出 人类的对福音的需求 然后就三章二十一节 到第五章二十一节 保罗就开始驾到说是 福音的得着是因性 不是因着我们自己 以为的其他的法事 或者好行为之类的都不是 然后从第六章开始 到第八章的话 我们知道保罗就开始驾到了 我们信徒的话 生活有一个成圣的过程 我们怎么的信徒 咒上成圣 到九章十一章 保罗加刀 通过神对以色列人的揭血 让我们看到神的缺品 他又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神的恩典 从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的十一节 保罗就是这段经文 是让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信徒被改变的生命的生活 他的生命和生活 这样的一个一幅进化 如果我们把第一章十八节 到第三章二十节的信息 就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们在对章第十二章第一节 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我们再看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是娃娃缺缺 两个不同的人 一开始从这个一章十八节 到三章二十节 讲的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败坏的人 是一个属世 是一个被神在审判之下的 一个灭亡的人 我们到了第十二章的第一节 到十五章十一节 再一看这个人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变了 他变成一个属天的人 变成一个是和神的话 是一个有关系的人 所以福音通过这两个对比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福音是在我们身边 就要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败坏的人 这一个属世的人 要把我们带成 最后变成一个属天的人 变成一个荣耀的人 和我们做耶稣基督连接的人 我们多罗马说 我们这样的一比较 我们就明白说是 罗马说让我们 看见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一幅图画 看见一个什么样的景观 所以我们自己 经济的信息的话 是一个拆毁的信息 就是让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呢 好多时候 我们不太认识自己 以为自己呢 还行 还不得了 那经济就继续拆毁 拆毁的目的是为了建造 今天我讲的信息 大家不要觉得 我的人格受了羞辱了 或者 哎呀 你甚至恭喜我了 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 我讲这个信息的目的是 让我们每个人的话呢 认识到我们的真实的 那个可怜的刮警 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 然后 我们接受福音 在福音的这个大能之下 福音的大能就是 把我们这个败坏的人 最后变成一个荣耀的 一个属天的人 这是福音的大能 好 我们就罗马书稍微介绍这一点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 开始那个就是 今天的信息 今天的信息的话呢 我们分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刚才的就是上爷 上爷的信息呢 是从那个 12节到16节 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的 这一部分信息 让我们看到一个 就是神的一个 审判的画面 一个审判的画面 我们回到上爷 我稍微 这一部分我稍微 解答的介绍一点 终结一下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说 凡没有内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内法灭亡 法在内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内法受审判 这里面有一句话的话呢 大家动起来有点 有点疑惑 就是说凡没有内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内法灭亡 那么这里面好像是 好像我们外邦人 是不是我们没有内法 那最后就不灭亡了 这个话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话要对英文就明白了 就是中文这话翻译的时候 稍微漏了一点那个意思 他说是凡没有内法犯了罪的 也不按内法而灭亡 应该是这样的方法就对了 大家可以读读那个英文的话 英文就是 虽然你没有内法 仍然的没有内法 你就不按内法 仍然灭亡 是这个意思 那这样就给我们看到说是 不管是没有内法的外邦人也好 或者是有内法的犹太人也好 最后摆脱不了一个灭亡的名用 这就算是没有出路呀 那外邦人为什么灭亡了 神就算是不是说是很不加厉 看你不好就把你灭亡了 这里面不是 所以神有一个审判的依据 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有内法的犹太人的依据 当然是内法了 那外邦人呢 外邦人其实神的依据也是内法 只不过这个内法没有给你写在纸上面 但是内法的要求写在人的心里 那么人知道不到这个要求呢 这里面告诉我们知道 就算你的是非之心 这就是良心 所以你的良心的话呢 让你知道神内法的要求 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能明白 我们的良心 就是我们有内法 别人的话 做一个偷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 你看那个这么偷人了 是吧 我们的良心知道那个不对 别人要刷谎的时候 我们发现刷谎 我们也知道那个不对 你说谎吧 所以说神内法的要求 在人的良心里面是存在的 所以神审判你是有依据的 那么犹太人就更麻烦了 神把内法一条一条的 原本写出来了 如果你们守好 那神审判你有内法的依据了 就算神审判外邦人也好 犹太人也好 神有他内法的依据 而且这个功能 在你的良心上 在白纸和地上也是知道的 是很明白的 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和外邦人的这个良心的话呢 我们知道其实是靠不住了 因为良心人败坏以后 这个良心的话呢 人的那个标准 和你自明的良心的判断 也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是现在这个叫后携带 后携带人被强调一个自我 就是自我中心非常的重 就我想干什么 只要不侵害别人 就就是合理的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包括美国加拿大 同性的也合法化了 这在圣经里面就是 很恶的罪 是吧 所以就说人的良心 已经靠不住了 关于讲到良心靠不住的话呢 我这个阶症 我讲过大概有两三次了 后来我想我还用不用这个阶症呢 后来绝对还是用 因为听了一个 听了一个牧师在讲到的时候 他一句话鼓励了我 他说有个牧师讲到的时候 他一生有一个阶症他用了625次 后来我说是哎呀 那我才用两三次吗 我这一生以后一步 都讲多少年也不知道 大概那个就是按照那个平均啊 625次加入30年吧 一年也多少次了20次了啊 所以我一年我这好几年了 才才用这两三次 大概因为体不大 这个阶症就算是那个传道了 就是就是还是刘志祥一学讲的阶症啊 他在台湾步道不完道的时候 当时上来一个人就跟他讲 说是哎呀 那个刘扎老呢 你假的这个耶稣啊 真是好 只是我用不着 像我这样的人 我用不着耶稣 刘志祥是 别人多用着耶稣 你为什么用不着耶稣 他说哎呀你看 像我这么好的人 我还用得着耶稣啊 当时我刘志祥就气得够呛 他说是 你别人算个好孩 千如可以 谁不知道你走黑道啊 你又开季月又发毒 你看又开季月又发毒 然后这个人咱们回答 刘志祥一学 他说是 哎呀 这你就是不了解我了 我虽然开季月 我从来没强迫水 我不是强迫 都是他们制约的 说我也虽然发毒 我告诉我的手下的 你们买真货 不要买假货 是吧 就算是 你看 哎这样的一个人 你看看出来了是吧 他觉得他的良心是问心无愧 对得起贴地 对得起人是吧 哎 他觉得他的良心好都不得了 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呀 只要这个人一走这个刀 就算是我们走这个刀的人 我们的良心都能审划他 你发毒 不管你发的这个都假的 这个问题就大了 我们都能审划他 但是 其实我们的良心的话呢 也仍然是靠不住 所以才良心的话靠的审划 你让你变王 他不是说是没有道理的 好 如果生前三次教习完风向 那个 呃 上面的信息 就算人的 有 人哪 生前三句话 说你在什么事上弄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盯自己的罪 这句话一方面的话呢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梦想 另一方面 我想把这句话还有一个祝福呢 今天也稍微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心头呢 在成长过程中 抓住这句话 我们真的是狠闻祝福 当我们心里面对母人母事 我们不凭发生一个弱断的时候 我们就求神用这句话来审查我自己 刮造我自己 这样的话呢 我会发现自己的黑暗 就能被写出来 写出来自己的黑暗的时候 我们就感谢神 我们就能接受神话语的刮造 我们就能拖累这个黑暗 那句话的话 在我这几年 其实好几年了 从我认识那句话 开始抓那句话 让那句话在我生命中做工 真的是很蒙福 我也间就把这点福分了 过年了嘛 都把那个祝福的话 祝福的事情多讲一点 所以我也就分享出去了 是吧 本来原来还不想讲 保留保留吧 但过年了就讲出去了 第一部分的话呢 我大致的话呢 就稍微介绍介绍 一会儿 一会儿我们再回到第一部分 今天今天的终点是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我们就是 再对第二部分的时候 我们再度下一页的经文 再上一页 对 再分享罗马书 如果想不这两句经文 我们读背会 背会的话 有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再读罗马书的 就是这些 讲到我们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我们知道他的 这些信息的目的是什么 是吧 所以这条怎么说呢 我们比他们强 绝不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犀利人都在罪恶之下 因为神将众人都缺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领域蓄众人 这个话给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算是 我们讲 刚才看到说 哎呀 没有内法的外婆人 那么那么坏 心里面那么那么扎 今天我们看到 有内法的犹太人 也同样同样的坏 也同样同样的扎 那么我们自己呢 要记住这句话 不管是什么 已经证明一个事情 他们的败坏 他们的扎 就是我们的败坏 我们的扎 所以从这里面 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要再在 自己的好行为 自己内法里面去凶找出路 我们要从那个里面回来 来福音上面找出路 这才是出路 在神的怜悯当中 我们去寻求一个出路 这个一定会找到出路 好 今天就开始 今天的信息了 今天的信息 我们就到下一点 下一点的话呢 我们看到 这里面讲到说 犹太人呢 依靠内法 这叫内法垮口 那么他们就什么 怎么办呢 他们自以为依靠内法 那实际的情形 是什么样的 实际上的情形 是犹太人呢 不明白内法 他非常可悲的 不但不明白 他还行事为人了 违背内法 这是犹太人的实际刮警 那这个问题 犹太人 但是他们自己 不觉得是这么回事 是吧 你要问犹太人 说是 你刚不就都不懂神经 不明白内法 犹太人 他会挑起来和你吵架 你是谁呀 居然敢说我是吧 有一个基督徒的牧师 像跟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转犯人的时候 讲神经之后 拉比 打死就嘲笑这个牧师 你是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是犹太人的拉比 你居然跟我谈神经 你才哪到哪 是吧 所以犹太人 他们不讲的 他们不是依靠内法 但圣经上面讲到 他们明明的保罗 讲到他们说是 你们是干什么 说你们就是 违背内法 献度神 这是保罗讲的 那么圣经上 其实是讲到犹太人 不是依靠内法呢 我们说 祝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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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算什么了 你们算是把给父母的那个供奉 给父母的钱 我已经做了供奉了 你是我已经献给圣经了 然后就不用管父母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为了你们祖宗的遗传 而废弃了神的见面 但是就算 神当时跟犹太人在这个上面 一个一个争执 神就告诉他们 废弃神的见面 就算是 凡是被神开了眼的犹太人 就是祖德蒙徒呢 他们也开始 自在犹太人 其实没有守神的内法 比如说斯提法 斯提法在被犹太人 用神头打死的时候 他就是被神开脸了 他看到犹太人 根本就没守神的内法 他说犹太人算是什么 说你们是受了 从天使所传的内法 你们见不忠神 所以斯提法当时看到一个事实 犹太人说 你们觉得你们好呢 你们受了天使的内法 你们全部忠神 把他给废了 然后斯提法讲到 这个不是从你们开始 从你们祖宗就开始了 所以哪一个神的邪子 抓奖耶稣要来的 那个邪子 不是你们所杀害的呢 所以我们看见 犹太人其实是没有守神的内法 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就更清楚了 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保罗说是 你们是什么 是背弃内法 然后是 然后是陷入神的 这是保罗讲的是吧 我把这句原文给读一下的 就是刚才第二部 保罗说是 你自然内法垮口 自己道犯内法 见过神吗 所以我们看见 中的使徒的话呢 指出犹太人 其实你是标权的守内法 其实犯内法了 这是我们看见 中午和他的蒙徒指出来 那么犹太人的话呢 犯内法还体现在一个文体上 就是犹太人和祝德祖 还有祝德蒙徒呢 不断发生的一些冲突 这些冲突当中 一体现出来犹太人 确实是犯内法 比如说是犹太人的话呢 在祝耶稣那个交道的时候 交道就是 给犹太人降到神的刀的时候 犹太人做了一些事情 都剩下大家可以夺到 犹太的那个文士呢 就开始呢 给祖杀了一个巴子 大家都要少巴子 是啥意思是吧 就是给祖呢 杀了一个先键 让祖耶稣跳下去 就这样的 那个先键怎么杀的 大家还经历段经文的是吧 他们就应由祖耶稣的多甲蛙 叫人之号抓他的巴鲁 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无阻耶稣了 所以我们拿税给凯撒 应该还是不应该 那就可以给祖开始少巴子了是吧 我们看见的话呢 那这个里边我们怎么能看出来犹太人是违不违法呢 违法里面有一个 实践面里面有一条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实践面的话有一条叫不可作假结证 是吧 实践面有一条吧 在耶和华呢 在那个真耶稣上耶和华所哼的又齐啊 其中一样就是什么呢 就是假结证是吧 我们看见犹太人他给祖耶稣上这个先键 就是要做出一个假结证是吧 然后这就是一个处仆了 就是说他不受神的奸命 在行为上其实已经体现了出来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雅各 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 约翰的哥哥在被犹太人杀害的时候 犹太人就是找了几个人做假结证 讲他说是哦 邂途神是吧 叫了一些假结证 然后呢就把雅各呢就杀了 我们看见包括那个撒斯提法 犹太人的话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用假结证的方式 其实假结证就违背的是见面了 所以犹太人和祖也好 和祖德蒙徒也好 这一系列的宠徒呢 就把他们呢 就是没有受神的这种类法呢 就体现了出来 关于讲这一点的话呢 下面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犹太人受类法 和祖所要的 这是完全就是两码山 是吧 祖所要的祖耶稣来了 祖是完成的 就是成全了神的类法 祖耶稣成全了神的类法 和犹太人受类法 完全是两码山 这个在神经里面 就冲突的事情就更多了 你比如说是 在安息日的时候 祖耶稣呢 把一个就是驼背的 驼背驼了18年这个富人 祖耶稣就把他释放了 然后就好了 后来 这犹太人就不干了 祖耶稣的话呢 受类法 祖耶稣他是平常 应该守出来的 这个就算最大的冲突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对于 类法神的类法的解释 犹太人见识神的类法 学过把它解释成规条 规条的话呢 祖耶稣说 那就成为人的一个重担 而祖建设类法的时候 他是用 我们知道 祖在建设类法的 那个重高的时候 他有两处的经文 一处的经文是在 马太平第七章 众说是 你希望 就是别人为你做什么 你就为别人做什么 这就是 类法和协制的重高 这是祖耶稣讲到第一处 第二处 就是在马太平二十二章 祖耶稣讲到 说是 类法的重高是什么呢 就是 爱神 艰险经义经义要爱神 还有就是爱人如己 这就是类法和协制的重高 所以对类法的解释上面 我们看到 没有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就把类法的那个重高 重高你就搞错了 就要类法的源头 你搞错了 所以解释起来 你解释的一塌糊涂 你之前一起来了 这些人也一塌糊涂 这个就算是 犹太人以为 自己是依靠类法的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明白类法 所以就任何的规条 都会把人呆下冷酷 这是真的 所以任何的规条 把人都会呆下 非常非常呆心的冷酷 因为规条是把那对人的要求 对人的限制 对人的审判 对人的刑法 反而是这些 那没有爱情的话呢 他是招救人的 没有爱情是承学事情的 所以讲到这点 我稍微讲一点 今天的来讲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在猪里面成长的时候 真的是要注意在爱里面长进 这个真的很重要 好几时候我们 很注意在规条上审判人 叫的人行啦不行啦 这啦那啦的 我们好这个人好了坏了 在这方面的话呢 其实很麻烦 在这方面 我们到后面再稍微多分享一点 我们到下一页 下一页我们看 犹太人的话呢 还有一个呢 就说他以神垮口 这是刚才说 你依靠内法又以神垮口 这是他们自己以为的 但是犹太人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不认识神 而且行为上呢 是陷入神 那不认识神的话呢 体系在什么 体系在我用的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祝耶稣的态度 祝耶稣是谁啊 大家都知道是吧 祝耶稣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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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是吧 祝耶稣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所以神是怎么样的 祝耶稣他体系出来的 就把神给表明了出来 这是告诉我们的 你看犹太人他一声夸口 可是当这位神 真正的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犹太人呢 却不认识这位神 从事之中 跟祝耶稣呢 作对 作对到一个地步 不要把他盯上十字架不行 是吧 从对主的态度 我们看见就算是 其实呢 一声夸口都要不认识神 这个地方对我们间接的信徒呢 其实也在说话 好多的时候 我就发誓我自己啊 大家是不是这样的 自己去审查 好多时候 觉得自己是基督徒 好像自己啊 身边中有神了 好像也认识点神了 好像拿这个 拿这个也 觉得好像是夸口到时候 也不敢用这个字 不算不敢 就说用这个字 好像是有点不太恰当 就叫他自己认识神了 好像驾到的时候 好像也能驾到神了 但好多时候 你行为上面 是和祝耶稣的话的 抵对的 是驾到他的队里面去了 比如算是在以前 和弟兄 弟兄姐妹有诊敬啊 有基督啊 这都是站到主的队里面去了 其实就算是你对主 有时候态度的话呢 你不是一个真正认识他的态度 因为你的行为 你的心事呢 你不是在他的话语上面 你的行为呢 也不是就是去行他的道 有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被自己的那些私欲啊 那些东西的话呢 有时候就挟制了 关于人的私欲的话呢 我一会儿到后面再多讲一点 这方面对人的挟制 在那时候都怕 他用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挟制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不知道自己被挟制的话呢 祝耶稣在和犹太人 一段对话里面清楚地讲出来 犹太人说是 我们是神的子民啊 说是亚伯拉哈就是我们的邪主 神就是我们的父 祝耶稣讲说是不对 不是 如果神是你们的父 说亚伯拉哈的后裔的话呢 你们就爱我 因为亚伯拉哈爱神 要是爱神的话呢 就会爱我 在祝耶稣讲的是吧 祝耶稣讲下来就讲这个犹太人 说你们的父是魔鬼 说你们的父是私欲 这两句话真的是很重 是魔鬼和私欲 讲究的体系在什么地方呢 祝耶稣不是白白的讲 祝耶稣说魔鬼的私欲的话呢 这里面有两个特征 一个特征是说谎 另一个特征的话呢 法是主事情 使你的私欲为出发点 这个的话 如果在祝耶稣这段话里面 你反复思想这两点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一个可怕就是化言 化言的话 这个东西真的是 是你人化的不真实 就是抓 就是假冒 是吧 而思欲的话呢 会出使你这个人 你的言行 你就化在这个当中 这个是属于魔鬼的 这祝耶稣告诉说是 为什么告诉犹太人说 你们的父是魔鬼呢 注意说特别是团的这两点 思欲的东西可怕 可怕在什么地方呢 就算人的这种 这种假扎的话呢 我们算是思欲 有坏的一方面 是吧 我们贪婪人家 就算是 比如说这个男的 在这个生活上面 阴乱 这个贪婪人家 别的 除了自己 其实也外 贪婪人家 别的女人 这个是不好的 他了 这个是思欲 挽住自己的思欲 那他且挽住自己的思欲 这是坏的一方面 是吧 其实思欲的话呢 在人里面 在这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假的一方面 还让人很难 设得透的一方面 这种假假到一个地步的话呢 可能连自己都会欺骗 这种思欲 思欲体现出来 最大最大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是 人会有真爱 就算没有真爱的话 真的爱是什么 真的爱是 圣洁家导说是 一种夸容 一种接纳 一种包容 是吧 这是真正爱的体现 一种 我给讲一个 讲一个世界的 一个 这个真正的爱的 一个住的仆人 我也是听其他牧师讲的 他说他有一天呢 一个牧师啊 他是住的仆人 他去一个发展区别 吃饭去了 这发现 经过这些这个服务员呢 就对他的态度是非常恶良 给他拿来的 饭的话 都不是给他说是放下去 而是把饭 就给他扔下去 而且对他的态度 是非常的恶良 经过去算是 当这个吃完饭的时候 神的这个仆人呢 他要走了 走的时候 他就拿出很多的消费来 给这个服务员 给这个服务员以后 这个服务员拿到这个消费来 就开始追出来 追出来就算是 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消费呢 神的这个仆人 这是一个又住的真爱的人 他的体现 他就算是 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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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嘛 他算是叫这个女孩 就是 我相信你平时带客人的 也不是这样的带 说你今天这样待我的话呢 我相信你心里面 一定是有什么痛苦的事情 说我今天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 所以我就 只能一时多给你点消费 我试图着 大概能帮助你 结果这个女孩的话呢 就在这个牧生里面 真的她跑到这种真爱了吗 那就开始痛苦 然后告诉她算是 就在前一天的晚上 她的招呼突然告诉她 要跟她雷轰 而且她还有一个孩子很小 所以她就第二天说 按照平常 如果不是生花压力 她根本不可能来上班 但是由于生花压力嘛 她还是来上班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牧师的话 就开始给她讲耶稣 传福音 就在当时 这位服务员呢 就跟着这个牧师 做着觉慎祷告 接受住耶稣 这条真爱 是吧 我们今天好多时候 我们应该真是假的 我们一方面一方面正经 一方面一方面诽谤 一方面一方面背后说人 这方面的话呢 都是不是基督徒该有的爱 而因为我们都悔改 在这方面的心意 要闻腐的真悔改 这是实实在在的 这讲到人的私欲 私欲在人里面 人里面真的是很可怕 他把人带下的一种 哎呀 自己慢慢去经历吧 我也不讲太多了 还有就算是一个 因为一声花狗 其实看不到自己的行为 这就是法利塞人 这也是我们 这是犹太人 就算是 保罗说你行为上是犀吐神 你还一声花狗吗 好多时候 在这方面我们恐怕也是 假如我自己就在这两年 从上一位牧师走立 我自己就发现吧 好多时候在主里面不能合一 呼吓攻击 呼吓增大 这个东西 这些行为的话 其实都是泄露神的 其实江湖里面 一旦有这些最最要存在的时候 背后的话 拉巴结盘 互相荣耀的时候 这个江湖在神的刀上 神的名就受了陷夺了 也不能荣耀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页我讲到这里 我们到下一页 下一页讲到说是 犹太人呢 只以为靠律法呢 只以为是呢 其实一无所事 他们叫的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呢 我们叫他们 永远记住 这也是教我们 犹太人叫的是 他有神的律法中受了教训 其实啥并未受要求 他说他明白神的质疑 其实啥不明白神的质疑 他说他能分辨是非 其实他真的不能分辨是非 不知道好歹 这一页的话呢 我也不讲 我们到下一页 下一页的话 讲到说是 犹太人呢 靠律法高抬自己 实际上不知道自己的心 他说是 他是黑暗融成的瓜 是瞎子的领路的 是愚昧人的 什么啦 师父 是外帮人的什么 先生 是吧 自己叫自己了不起 今天我们 也可能会有这样 叫他自己了不起 其实 他在黑暗中 根本就没有 那个生命的真观 就是一条律法的条规 我们知道 保罗的变化 就反映了这个事实了 保罗以前是残害教会 杀人 拉人 下街 那个叫他 好像是 维护神 可是真正的瓜 耶稣基督发出来 是公义的瓜 和爱的瓜 约翰 做的使徒 约翰明白了这一点 他说是 行在瓜中 已经就是行在什么大中了 大家记得吧 约翰一书 好好读一读 行在瓜中 就是行在爱中 是吧 行在爱中 就行在瓜中 原来 祖耶稣 那个真正的瓜 和爱是分不开的 不是在那个规条里面 这是 也不是到自己的瞎眼的 祖耶稣算他们是 瞎子领瞎子嘛 祖耶稣算他们是 瞎子领瞎子 但是他不承认自己的瞎子 不承认自己的瞎子 瞎子提起在什么地方 瞎子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真实 耐心的真实瓜 你看不到 祖耶稣的荣耀 这就是瞎子了 叫他自己不错 其实你发开自己 耐心看一看 万能能哭 是吧 这种能哭 你不用看你对别人了 就看看你对父母 就看看你对父母 对他道具心里面 有多少的乖 道具心里面 对他有多少的那种实验 道具心里面 对父母有多少的祝福 问一问 恐怕就觉得自己 不瞎子就瞎得那么好 但是人的话很可怜 是吧 瞎子嘛 瞎子就是看不见 自己的真实瓜葛 内法不能给人 带来真正的了善 内法不能改变 人的耐在生命 这也是一个牧师家了 内法的话 能把表面上 能扎出来一些东西 那些实际上是很冷酷的 又有一个牧师家 一个精神家的非常好 他说是一个国王呢 问大家说是 咱们能复过呢 最后这些大臣回答了 他学到两个大臣的建议 一个大臣说是要教育 另一个大臣说要兴盛 然后这两个大臣 这个国王说是那好 你们两个人既然是 你们俩的意见都不错 你们把你们的证据拿来 给了他们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拿来证据 两个月以后呢 说教育这个大臣呢 他拿了一堆猫 这个猫能让表演节目 这个猫能表演的 哎呀真是好 给人说是用松茶干啥的 这个教育大臣就笑了 你看 这个猫都能承成这样的 何夸是人呢 教育还是去信任用 后来这个挂宗教的大臣呢 说是那好 说明天该到他来 那个建政了 说新生的那个 有什么好处了 他说明天呢 在我那个 在我那个就是那个 加农以前的 请这个教育大臣呢 把他的节目再重演一遍 结果第二天 这个教育大臣 正在演这个节目 这个猫呢 正给这个挂娃 开始递查的时候 这个人 挂宗教这个大臣呢 说把俩只老鼠 从羞里面挖出一人 这个猫 将过是把插一人 就开始追老鼠去了 追追老鼠去了 这个就是宗教 是吧 宗教的话呢 不能改变人 赖在身边的本质呀 耶稣基督他不是 他能改变人身边的本质 你要读那个圣经 罗马说是最好的福音书 讲福音的时候就结束 你把那个第一章 十八章到第三章 二十章 你读完以后 再度第十二章 第一章 第十五章 第十一章 也看到福音 怎么把一个败坏的人 最后改变成 多么荣耀的一个书帖的人 我们就看到这一个 但愿今天的信息 是大家也看到 你在良心当中 没有错误 内法当中 仍然没有错误 错误了就在福音里 我们一起来去找到 我们贴上的福神 谢谢你 谢谢你福啊 给我们开通的贴上的这条路 就是福音的支路 你通过这条路 父啊 把我们从地带上的天 父啊 谢谢你把这样的祝福 设下来 父啊 让我们心 而被你开启 让我们心知道 在福音之外 父啊 我们别无不除路 父啊 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 我们感谢天父 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